老師如果你是需要的話 我可以當台藝 你不需要我當台藝 才剛結束朝野協商 同意新舊課綱教材 讓第一線老師自行選擇 教育部長吳思華 就忙著到電視台接受專訪 去留成為焦點 我至今沒有寫過 任何書面的詞程 但是我也在事情的 發展的過程中間 我也多次的向社會大眾 以及我的長官表達 我會對這件事情 負完全的責任 如果他的處理不理想 或者他的處理不能夠 回歸到一個社會的安寧 我們當然應該要負起 我們應該要負的責任 稍早國民黨團大會 吳思華面對排山倒海的壓力 表示會負起該負的責任 還說辭職是最好的解決方式 馬上遭秘書長李四川打斷 強調政務官要有政務官風範 但是反克剛升溫 馬總統到行政院長毛治國 與黨主席朱立倫 遭自家人質疑 通通躲起來 替吳思華報區 其實一直都對整個事情的發展 他非常的關心 那他經常會主動的 提供一些訊息告訴我 所以如果在工作的場域上 我們其實長官們 一直都非常的支持 忙著替長官們拆彈 但吳思華一言一行 被放大解釋 這一幕讓所有反克剛學生氣詐 台大歷史系教授花一分 要求教育部長吳思華傾聽學生 吳思華倒抽一口氣 接著眼神往上露出眼白 不到一秒時間又露出了友善微笑 聽個畫面被哭手惡搞成語 絲滑變臉 那個時候因為覺得眼睛很疲勞 所以動了一下眼球 節外伸直的白眼讓吳思華成為劍拔 但促成朝野同意 新舊柯剛各擁有自主權 自由選擇守住了府院底線 也讓在野黨有台階下 柯剛僵局露出曙光 謝謝張凱 讓你就在台北採訪報導